沒有要出新隔 今天沒有運動嗎 今天沒有運動 嗯 沒有運動 嗨 醫生 老師 幹嘛叫你老師 欸 我又不是門牙縫大 你看我牙齒哪裡有門牙縫 明明就很整齊 然後很 很緊密 Come on 哪裡有門牙縫啦 喜歡貧昊嗎 嗯 我覺得貧昊是一個 很認真啊 然後很貼心的人 對 他非常在乎大家的感受 而且我覺得他是社會 他是生活觀察家 就是他可以 他可以很敏感的察覺出說 就是 誰的心情不好 像他上次就問我 MBTI測驗嗎 那個是什麼東西啊 MBTI的車 這眼睛是真的啦 這是我的眼睛 今天不唱歌嗎 對啊 我只是上來 無聊來聊一下 一定是大拇指的啦 小啤酒 然後 Ginbo剛剛怒吼醫生 他怎麼了 只要字很醜很歪 就會把它塗掉重寫 但我的要求就是 我的筆記本一定就是要用黑 黑筆寫它 所以 我也不想要用力可白 去塗掉它 所以我必須要把它重新撕掉 再重寫一張 就我覺得我小時候很 很偏執 太可怕了 這鼻環給過 嗯 可愛 之前我朋友就算睜眼長到鼻眼睛還大 還是要去你的演唱 問你怎麼看 天啊 你朋友 真的事件太好了吧 只要去看醫生啦 拜託 只要去看醫生 不然我 我唱歌如果看到一個台下 有一個長得像青蛙的人 會笑出來 有啦 我會去看奏啊 我等一下一定會去看 嗨 夏之橋 你在全明星學到什麼 我覺得我學很多 非常多 就是我 我學到的不只是運動技巧 就是還有人際關係啊 平常相處的 團體相處的一些 一些相處的一些模式吧 然後還有 還有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跟以前又都不一樣了 非常多 就是價值觀的部分 所以我參加完全明星之後 我就 我反而越來越確定 我的價值觀是什麼 21歲的年紀才開始確定 我的價值觀是什麼 好悲慘喔 對啊 差不多是這樣 哈囉 各位早安 MVTI 前陣子很流行的 16型根哥測驗 天哪 我真的是跟世界脫節耶 MVTI 好我接下來 我等一下去 測驗一下 然後POIG好了 MVTI 好沒有偶爆的女明星 愛死你啊 隨便啦 真的隨便 我不想要再做一個 我真的是不想要做一個 偶像 就真實一點吧 雖然還套濾鏡啦 還是有點偶爆啦 但就是 我覺得這樣已經 邁向一大步了 直挺愛我 我愛直挺 可以看君伯嗎 他在工作 夏之強 你最近還閒嗎 喔對啊 你最近 你最近快發瘋了 我突然想到你的弦洞 希望你的一切都安好 加油了 阿你想穿鼻環嗎 不想耶 可是我很好奇耶 就是你不穿鼻環 就是你穿鼻環 如果你想要把鼻環拿下來的話 不是這邊就會有一個洞嗎 而且我又是一個很會過敏的人 那鼻涕不是 就會在這個洞之間這樣 用穿來穿去嗎 I was when you come to Bali 欸不確定耶 不知道 I know 最近也有偷襲可以看 最近好多 好多鬼片喔 不紅了跟禿頭灰指甲 殘酷二選一喔 我真的很紅嗎 我真的沒有感覺 我是認真沒感覺 我的話應該會選禿頭灰指甲吧 對啊 因為前面這個是關於我的經濟耶 後面那個就是 欸 還可以治吧 還行嗎 對啊 可以從第三個洞醒鼻涕 哈哈哈哈 超煩的耶 好煩喔 這什麼東西啦 怎麼可以從第三個洞醒鼻涕 有建議的浮漫嗎 天哪 好像不知道看BL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跟我一樣嗎 就叫我男朋友之後 發現對於BL好像沒什麼興趣 就是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 不想要在男朋友面前看BL漫畫 會覺得有點尷尬 但是 但是他知道我是婦女啦 真的我沒有騙你 哈哈哈哈 笑死 我可以看嗎 我下次弄給你看 好啊好啊 什麼時候來找我們 可能就沒看到你了 我想跟你聊心事 哈囉小巫 男朋友跟我分別是什麼星座 我是天秤座 然後男朋友是 金牛座 他是白羊座跟金牛座的 總結 因為他說他原本是要在 就是 20號生嗎 結果他的延期 還怎樣 生不出來還怎樣 所以就變金牛座 但我覺得他 不太像金牛座 他比較像是白羊座 我沒有喝酒啦 我現在正常 但是有人真的會信 星座嗎 應該說蠻多人信星座 應該說蠻多人信星座 但是你們會 百分之百相信星座嗎 他超金牛 我覺得 還好 固執這一點倒是很金牛 金牛到爆炸 我蠻信的 不會 參考就好 可以期待演唱會嗎 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 他很摳嗎 他很摳嗎 他是一個 欸對 這一點也很金牛欸 對啊他還蠻金牛的啊 就是他很 他很會省錢 他是省錢摩人 嗯 然後 但是對 自己身邊 親的人 就不太會 吝嗇欸 就不太會 口錢 還蠻 還蠻大方的 但是我們兩個其實都 還算男女平權啦 就是我不會特別要求說 這一餐要你付啊 還怎樣 就是 就看誰今天有帶錢包啊 然後 就那一餐就誰付這樣 氣得以前只停在直播說 我寫男友是金牛 然後不推金牛 你怎麼還記得這件事情 我怎麼知道我一直遇到 金牛座的男生 但我真的得說 這個 這個是比上一個還要好太多了 好 十萬八千里 好太多了 真的 好煩喔 對啊 而且我 我必須說實話 因為 因為以前 上一陣真的是 給我蠻大打擊 然後那時候又年輕嘛 就覺得 愛情這種東西 就是很 很虛無 就隨時都會散掉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 真的轉心去愛一個人 就是 這 兩三年的狀況是這樣 所以就 其實還 還蠻被動 很被動 然後很 很 完全不知道到底什麼是愛情 可是 就是遇到他之後 就是有一種感覺 他是我 好久不見的朋友 然後剛好我們又相遇了這樣 就覺得 很熟啦 對 第一眼就覺得 對方 感覺 認識很久 這是我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從來沒有 我們見面第一天就在聊心事欸 很扯欸 後來就在一起啊 嗨各位 嗨各位 你跟均勃打架誰會贏 絕對是指聽 我覺得我會贏 我覺得我會贏欸 真的 下指教是均勃的好朋友 各位 好居駕 對啊 居駕 愛情達人 我不是愛情達人 我真的是 我真的不是愛情達人 我非常的 就是 應該說我不會談戀愛 我也是跟他談戀愛之後 我又再重新學會 愛情這件事情 不然 對啊 但是真的幸好有遇到他 不然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相信愛情 就覺得 這是我這一輩子 不可能得到的東西 但我一直以為 自己提示交往不會公開的欸 我原本以為我也不會公開 但是又覺得說我們 就這樣躲躲藏藏的戀愛很累 蠻累的 然後也覺得 然後剛好會拍到啦 然後也覺得說 還蠻認定彼此的 嗯 就覺得 現在 就是現在這個 這個氛圍是 藝人如果公開戀愛的話 呃 除了戀愛 戀愛粉可能會消失 可能會直接退粉很多 可是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 太大的 就是 被反對 只要是那種很正當的戀愛 就好 對啊 那如果分手會尷尬嗎 欸我有跟他聊過分手那件事情欸 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講 算了 改天如果跟他一起直播的時候 我再講好了 子婷會不會三十歲以前就結婚 或者有了 我自己是想要 三十歲懷孕 然後 如果很穩定的話 就二十七歲結婚 或是二十八歲嗎 我也不知道 三十歲以前結婚 但是重心還是會想要放在 放在事業這一塊欸 嗯 因為覺得 三十歲前還是有蠻多 應該還是會有蠻多 還沒有達到的成就 會想要去完成看看 不知道啦 看到時候怎麼樣吧 因為現在才二十一歲啊 問我這個問題有點難 請問子婷說 還有可能會請同隊的 小玉評號一起合唱 或上你的直播間嗎 我蠻想要邀就是 全部藍隊的人 一起來上我的直播間 對 還沒有邀過 那時候在全明星比賽的時候 也沒有 也不太能邀 因為大家都蠻累 我不想讓大家 又陪我一起工作 對啊 但是演唱會會 會邀請藍隊的所有人來 嗯 那這樣不就還有 九年才結婚 ZT不是十八歲嗎 這樣不是還有九年才會結婚 我二十一歲了 親愛的 對啊 我二十一歲了 今年要二十二歲了 哈囉蛋頭先生 你們聽得到旁邊有人在唱歌嗎 會想邀請錢姐嗎 當然啊 當然得邀啊 全部的人都要一起邀啊 你說 好奇阿東知道的時候的反應 你是說我們交往的反應嗎 就是 怎麼講咧 就給予祝福吧 哈哈哈哈 對啊 不然還有什麼呢 就要 阻止我們分手嗎 啊不是 阻止我們在一起嗎 讓我們分手嗎 就是 其餘 其餘肯定吧 然後 祝福這樣 講女生就是要講個人的十八歲 謝謝你 謝謝 對不起是我太笨了 我沒有get到 對不起啦